同学们好 现在我们来学习第十四课 保护地球母亲 第五部分 先看一下生词 跟我读 温度 温度 乘坐 乘坐 丢 丢 垃圾桶 垃圾桶 美丽 美丽 先看一下第一个生词 温度 今天外面的温度很高 好温度我们可以说高或者低 夏天不要把空调的温度 开得太低 我们说开空调 是吧 好 把空调的温度 开得太低 温度高或者低 好 我们怎么知道温度是多少呢 我们用温度计 好 这个就是温度计 好 那么这是天气或者东西的温度 那么人的温度 身体的温度 我们叫体温 体温 好 怎么才能知道你的体温呢 我们用体温计 好 这张照片 还有这张照片 它们都是体温计 好 用了体温计 知道你的体温是多少 就知道你有没有发烧 对吧 好 下一个 乘坐 好 我们说乘坐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乘坐动车或高铁出行 出行就是出门去别的地方 那么乘坐什么 动车或高铁 看这张照片 我们知道火车 那么这样的火车 它比较快 叫动车或高铁 好 那么第二个 它出差 常常乘坐飞机 好 乘坐什么 后边呢 我们用transportation 再一个 丢 不见了 找不到了 它的手机丢了 或者可以说 今天它弄丢了自己的手机 好 手机找不到了 弄丢 或者是丢了 都可以 好 下一个 我们看 丢 它还有一个意思 是扔 它把废纸 废纸 waste paper 丢掉了 就是 扔掉了 好 下一个 垃圾桶 这就是垃圾桶 我们说一个垃圾桶 那么垃圾桶里边 放的是什么呀 是垃圾啊 这个叫垃圾 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verb呀 我们说扔垃圾 好 这个人 它在扔垃圾 下一个 美丽 美丽就是漂亮 好 好 这只鸟啊 这是一种 很漂亮的鸟 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种 美丽的鸟 那么这个美丽呢 经常出现在 比较正式 written language 里边啊 好 美丽的鸟 第二个 保护环境 是为了让城市 变得更美丽 就是让城市变得更漂亮 好 那么生词我们学完了 再读一遍 温度 温度 温度高 温度低 温度计 体温 体温计 乘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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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动车 乘坐高铁 乘坐公共汽车 乘坐飞机 乘坐出租车 丢 丢 手机丢了 他把手机弄丢了 丢掉 垃圾桶 垃圾桶 一个垃圾桶 垃圾 把垃圾扔进垃圾桶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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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城市 好 下边看一个练习 我们一起看 第一个 温度 什么意思 第二个 乘坐 什么意思 下一个 垃圾 好 最后一个 美丽 好 生死我们学完了 下边我们来学习第五部分的语言点 什么的 好 什么的经常用在口语里边 我们说 什么 什么 什么的 前面是一些 examples 后边 没说完 什么的 就是说 and so on 等 什么 记得等吗 什么 什么 等 就是 什么 什么 的 那么下边我们来看两个句子 第一个 我们去趟超市吧 去一趟超市 就是去了 然后回来 明天出去玩 得买点饼干和面包 饼干 biscuit 那么买点饼干和面包 然后他说好 还有矿泉水 矿泉水 mineral water 果汁 什么的 好 就是还有矿泉水 有果汁 等 还有别的 那么我们用什么的 好 第二个 实际上 actually 我们只需 我们只需要 注意一下身边的小事就可以 注意一下 around you 你身边的小事就可以了 例如 什么 夏天把空调的温度 开得高一些 出门时 记得关空调和电脑 这样可以节约用电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少开车 多骑车 或者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 这样能降低空气污染 好 第三个 还有 养成把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习惯 好 什么的 就是说 他还有 但是他不说了 是吧 什么的 好 就是等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一部分的语言点 什么什么 什么的 就是什么什么 等 他经常用在口语里边 oral 啊 好 下边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第一个 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喜欢什么呀 B吧 对吧 经常一起喝茶 唱歌跳舞什么的 好 第二个 很多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比如说 Example 是吧 幸福 快乐 什么的 A 好 语言点我们就讲完了 下边我们来看一下 课文5 跟我读 保护地球 保护地球环境 并不是一件离我们很远 很难做到的事情 实际上 我们只需要注意一下身边的小事就可以 例如 夏天把空调的温度开得高一些 出门 出门时记得关空调和电脑 这样可以节约用电 少开车 多骑车或者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 这样能降低空气污染 还有养成把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习惯什么的 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小事 但却有实实在在的效果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 只有大家共同努力 减少污染 保护环境 才能使我们的家变得更美丽 好我们看一下课文5 保护地球环境 我们知道保护环境 那么这里面什么环境 地球环境 好 并不是 emphasis nective 并不是 不是什么 一件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一件离我们很远 A离B怎么样 离我们很远 很难做到 中间的这个mark 它的意思是和 好 那么不是一件很远很难的事情 可以吧 好 做到啊 就是成功的做 后面 实际上 其实actually 我们只需 我们只需要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什么 身边的小事 nearby you 身边的小事就可以 例如 什么example呢 夏天 把空调的温度 开得高一些 记得这句话吧 把温度 开得高一些 因为我们有开空调 所以我们说 开空调的温度啊 然后把温度 开得高一些 这样就能省电 是吧 省电啊 出门时 出门的时候 记得关空调和电脑 这样可以节约用电 节约用电就是省电 好 还有少开车 多骑车 或者呢 乘坐地铁 和公共汽车 就是要多骑车 或者多乘坐地铁 或者多乘坐 公共汽车 好 这样 能降低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 我们知道 降低空气污染 好 还有 养成习惯 好 养成习惯 是term 什么习惯 把垃圾 object 怎么样呢 做什么 丢 就是扔 把垃圾 丢进垃圾桶 就是把垃圾 扔进垃圾桶 好 这样的习惯啊 后边什么的 记得吗 等 啊 等 好 这些是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做到的小事 能够就是能 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小事 但 却怎么样啊 有效果 什么样的效果 实实在在的效果 实实在在的效果 就是真的很有效果啊 好 那么它有一个practical 这样的效果 好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 对吧 所以呢 只有什么什么 财啊 只有什么 大家共同努力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努力做什么 减少污染 然后呢 保护环境 是吧 好 让污染变少 然后呢 保护环境 才能怎么样 result 使我们的家变得更美丽 使什么做啊 使什么 我们的家 做 怎么样呢 变 变得怎么样 更美丽 好 这是课文五 我们再读一遍 保护地球环境 并不是一件离我们很远 很难做到的事情 实际上 我们只需注意一下身边的小事就可以 例如 夏天把空调的温度开得高一些 出门时记得关空调和电脑 这样可以节约用电 少开车 多骑车或者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 这样能降低空气污染 还有养成把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习惯什么的 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小事 但却有实实在在的效果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 只有大家共同努力 减少污染 保护环境 才能使我们的家变得更美丽 好 有一个问题 怎样才能使地球变得更美丽 好 这句话在哪 在最后一句 是吧 才能使我们的家变得更美丽 我们的家就是地球 那么怎样呢 怎么做 前面 是吧 减少污染 保护环境 好 那么 比如呢 例如 是吧 空调的温度 夏天的时候 把空调的温度开得高一些 还有出门时关空调关电脑 还有少开车多骑车 多乘坐地铁和公共汽车 对吧 还有把垃圾丢进垃圾桶 这些习惯啊 就是说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去保护环境 保护地球 好 第五部分我们就讲完了 谢谢同学们